打了疫苗有沒有抗體呢? 這個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打這麼多種疫苗 每一種疫苗都希望可以引發身體製造抗體抵抗病毒 而主要是抵抗S蛋白 那 Pfizer 和 Moderna 是用 mRNA 的技術 而 AstraZeneca 和 Johnson & Johnson 利用 DNA 的技術 要看到它使身體可以製造抗體 抗體是黏黏在病毒的表面 而令它不可以侵入身體 現在所有的轉體都使它沒有那麼容易 這些抗體黏上去 而每一個藥廠都是不斷地向這裡努力 而令到一些疫苗更能有效去打擊一些變種的病毒 可以這樣做嗎? 不斷意